她是帝国历史上最高贵最美丽的皇后 却被丈夫设计陷害关入牢里 不仅进行严刑拷打 甚至砍下她双亲的脑袋泄痕 在百姓们为皇后情愿的时候 命人将她扔到冰雪山脉里 任其自生自灭 而女人看着周围的一切 意识开始逐渐模糊 想着就这样动 也没那么糟糕 她只是想当好一个皇后 却没想到她身边的人全部消失了 最后自己落的这个下场 而她罗沙琳是帝国历史上最优秀的皇后 不仅是精通六国语言的完美外交官 而且为国家设立了医疗机构 亲自照顾贫穷的百姓们 即使走路一瘸一管 也没有人对她指指点点 所有人都爱戴着她 除了一个人就是皇帝 塔纳托斯是兵与金的帝国 虽然国家的一切都是皇帝鲁迪的 但实际掌权者却是皇后罗沙琳 皇帝不爱政治只顾玩乐 他们的婚姻早就名存是亡 而皇帝被欲望跟嫉妒蒙蔽了双眼 情妇随意的挑拨 就让她变得疯狂 从情妇诬陷皇后哥哥非礼她开始 再倒在房间里找到谋逆证据 他们将一切罪责都推给了皇后 为了铲除皇后的心腹 情妇甚至不惜利用腹中的胎儿 在宴会上通过自残来陷害皇后 敌国外交官塔蒙亲眼目睹了这场闹剧 他觉得皇帝真是个白痴 竟然亲手毁掉了自己国家的保护者 身旁的同伴感叹道 皇后现在彻底孤立无援了 他用尽一声都在为这个国家奉献 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 大概是撑不过冬天了 另一边的牢里 在废除皇后钱为了得到皇后家族保护 皇帝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 尽管皇后饱受折磨 但她却没有发出一声哀嚎 咬牙坚持了下来 而此时 城门外聚集了闻讯感癌的百姓们 他们在城外为皇后请愿 尊敬的陛下 请您饶了皇后殿下吧 她是无辜的 求您了 皇帝原以为这群百姓闹腾几天就会消停 谁知他们没完没了 为了不引起明月 不得不停止拷问 决定把她留放极寒之地 并扬言在皇后走之前送她一份大礼 随后皇帝一挥手 只见两个捧着木箱的侍卫走上前 咕咚一声 两个头颅便滚落到皇后面前 看着惨死的父母 皇后第一次失控了 崩溃地叫着皇帝的名字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看着苦苦挣扎的皇后 皇帝兴奋地说道 原来皇后你还有这种表情吗 这样子的你可真好看 罗沙琳流着眼泪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绝对绝对不会饶怂 而另一边 本该离开的塔蒙 听到这个敌国皇后备废的事情后 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愤怒 她看着下面的宫殿暗想 总有一天要亲手毁灭它 而在同伴说皇后的遭遇令人惋惜的时候 终于忍不住策马离去 等她找到这个女人的时候 看着她几乎跟雪融为一体 竟还像主宰者一样乖乖地躺在那里 她愤怒地咬牙说道 为什么这个女人要出生在奈托斯 为什么要嫁给一个人渣 为什么不是先被我发现呢 如果你不想活的话 那我很乐意捡回你这条命并带走你 罗沙琳 你现在是我的了 一国最高贵最美丽的皇后 却被皇帝设计锒当入狱 不仅对她进行了严刑拷打 还变态地砍下她双亲脑袋 只为看到女人崩溃的模样 最后还把她扔到雪山里 让她自生自灭 就在女人快死的时候 敌国外交官塔蒙找到她 男人天生具有特殊的能力 可以给他人注入生命力 此时塔蒙抱紧怀中的女人 难以置信她多年的向往 竟然就在自己怀中 不管怎样 既然捡到了 就一定让她活下去 等她抱着女人追上部队 同伴吃惊地问 你疯了吗 把尸体捡回来了 塔蒙没有理会直接进入帐篷 小心翼翼地放下罗沙琳 看着眼前的人 回想起两人第一次的相遇 她作为阿末尔的外交官与皇后谈判 以帮助那托斯赶走海盗为由 希望换取几座岛屿 实际她只是想要其中一座岛屿 没想到被皇后识破 因阿末尔的商船经过岛屿附近沉没了 皇后猜她真正的目的不是岛屿 而是船上的东西 不过东西已经被他们打捞上来了 想要拿走她 就给她阿末尔红捡的独家交易权 想到之前女人美艳的样子 如今却狼狈不堪地躺在床上苟延残喘 就在这时罗沙琳开始痛苦地挣扎 塔蒙打了一个机灵 是注入的生命力不够吗 作为曾经的对手 她恨不得要了她的命 可现在看她痛苦的样子 又觉得于心不忍 于是轻轻地吻向她 试图再次注入生命力 此时罗沙琳慢慢恢复了意识 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 塔蒙克拉西斯怎么会是她 女人瞬间瞪大双眼 之后狠狠一巴掌扇过去 捂着嘴问 你这是干什么 塔蒙不慌不忙地回道 老实点 我正在帮你治疗 可罗沙琳表示不需要任何帮助 只希望能回到雪山里 塔蒙却希望罗沙琳能好好活着 但连日残酷的拷问 跟亲人惨死的打击 直接让罗沙琳崩溃了 挣扎着大喊 你别管我 让我去死吧 说完只见塔蒙伸手抓住她 一脸愤怒着说 你看看你都成这副模样了 受尽各种委屈与耻辱 还落了的家破人亡的下场 甚至还被他们撵出了 你奉献一生的地方 你都还没报仇 怎么能在冰天雪地里 孤独地死去 罗沙琳被说中痛楚 她叹了一口气 反手抓住男人 你应该一直觉得我是个大麻烦 想置我于死地吧 拜托你不要再羞辱我了 直接掐死我吧 塔蒙震惊地望着眼前的女人 看到她眼睛里不再有光 没有一丝的求生欲望 那么纤细的脖子 只要她稍微用点力就能掐断 曾经她是多么耀眼 现在就有多么暗淡 她是帝国最高贵最美丽的皇后 也是天生的谋士 深受百姓们的爱戴 却得不到皇帝的一丝青睐 她为这个国家心甘情愿奉献一生 却没想到皇帝连和小三一起算计她 直到冰死的那一刻 帝国外交官塔蒙救了她 并为她注入了生命令 可双亲跟身边人的离去 让罗沙琳没了生存意志 她祈求塔蒙直接掐死她 塔蒙望着眼前的女人 她一直都是我的眼中钉 只要稍微用点力就能把她的脖子掐断 也能让她这双没有求生欲的双眼 安心地闭上 但是我绝不会让你如愿以偿的 随即男人松开了手 俯下身子 吻向了女人受伤的伤口 你在干什么 罗沙琳大惊 你别乱动 我说了我在帮你治疗 你不要管我 我可是你的敌人 拜托你快停下吧 拜托 男人突然生气地说 如果想让我停止的话 那就战斗吧 你竟然会哀求别人 别开玩笑了 不管是对我还是其他人 你有想要的就去争取 不要只挨打 拿出以前的气势回击啊 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方式吗 没过多久 男人走出营帐 他转头看了看身后已经熟睡的罗沙琳 而此时塔纳托斯皇宫内 下属正向皇帝报告 皇后已死 虽然没找到尸体 但他发现了野兽啃食的血迹 而皇后的圣物暂时还没有消息 应该很早之前就被转移了 听后鲁迪大发雷霆 这不可能 圣物肯定离他不远 最近他还带着 去给我找出来 要不你的脑袋就别想要了 等下属离去 鲁迪一个亮枪 脸色突然变得极为痛苦 作为皇位继承人 鲁迪继承了皇室代代相传的 异能死亡之力 但他的力量并不强大 顶多是让人染上瘟疫后痛苦死去 并且使用异能还会受到强烈的反噬 最近鲁迪为了铲除皇后的亲信 大量的使用异能 所以他受到强烈的反噬 而且异能对皇后无效 因为他们结婚宣誓时 皇后曾喝下混有他洗的圣水 因此 鲁迪只能通过其他的方法干掉罗沙琳 但皇后家族的圣物一直守护着他 导致多次谋害失败 突然鲁迪开始大笑 但我终究还是除掉他了 你在厉害最后还不是死无全尸 哈哈哈哈哈哈 就在这时 身后的肖像突然摇晃起来 嗖的一声 就要朝着皇帝砸下来 他连忙躲开 只听哐当一声 巨响引来了一众手下 他气愤地看着墙上另一幅画像 高贵美艳的罗沙琳似乎在戏谑地看着他 男人气愤至极 抽出宝剑疯狂地砍在画像上 赶紧去死吧 你这个魔女 看着这一幕 边上的手下们一脸的恐惧 等他终于发泄好 墙上的话虽然残破 但画中的皇后却依然美丽 这是异能的反噬 让他又痛苦地抱着头在地上身影 这个女人举起刀刺向自己 只因他受尽了折磨跟耻辱 又被丈夫跟小三算计到家破人亡 而敌国外交官塔蒙的救助 让他觉得更羞辱 没有一丝求生的欲望 一番争执过后 女人终于睡了过去 没过多久塔蒙众人便启程往故国走去 炎热的天气让罗沙灵醒了过来 他心想这温度还是在雪山的时候舒服 望着眼前的男人 想起先前满身的伤痕 竟然在没有任何药物治疗情况下痊愈了 难道这个男人继承了神的第五种能力 但在过去的几百年间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生命异能 这时塔蒙见他醒了 低头问道你身体好些了吗 女人冷漠地回答 就算你救了我 我也可能随时寻死 不料塔蒙却表示无所谓 因为无论多少次都会救他 没过多久 塔蒙指着对面的一座城池说道 我们到了 这就是我的国家 阿木尔 此时阿木尔城内 众人欢呼使结团回来了 欢迎我们伟大的塔蒙 可怀里的女人却因为身体虚弱晕了过去 见状塔蒙跟同伴说了一声 我有事 汇报的事情交给你 不等同伴做反应 匆匆策马离去 回到府邸 管家大惊 将军 您怎么直接就回来了 您报的是什么呀 然而塔蒙却只是冷冷地问道 浴室的水接好了吗 在得到肯定回复后 又转头对管家说 从现在开始不许任何人进来找我 说完抱着罗沙琳走进浴室 直接退去身上的衣物 蹲下去观察女人的身体 看到之前的淤青彻底消失了 于是抱起昏迷的女人 缓缓朝浴室走去 进入水中的那一瞬间 女人突然惊醒 大喊道 这是哪里 而男人一脸温柔地回到 这是我家的私人浴室 罗沙琳知道阿木尔虽然天气炎热 但有着充足的水资源 可这个浴室未免也太大了吧 就在这时女人突然看到不远处的衣架上 竟然挂着一把匕首 塔蒙突然开口 你东张西望的看什么呢 罗沙琳边走边退 虽然你救了我 但这是个错误的选择 塔蒙轻笑道 我的选择是否正确由我来决定 你可真是个傲慢的家伙 那你带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塔蒙没想到他会这么问 一时间愣住了 见水滴一直顺着女人的脸颊低落 男人肆无忌惮地盯着他 见此女人冷笑道 没想到阿诺尔的塔蒙竟然也这么耗色 文言男人开心地笑了 是啊 我自己都没想到 竟然对敌国皇后有如此强烈的感觉 罗沙琳皱着眉说 你要是有需求就去找别人 喜欢你的女人比比皆是 那是当然 可他们都不是你 我想要你的一切 你的经验 你的智慧 你的肉体 还有你的心 就在这时 女人冷笑道那真是不好意思了 突然她扯下衣架上的匕首 对着男人说 因为我什么都不会给你的 然后在男人的震惊下 毫不犹豫地滑向自己的脖子 瞬间鲜血染红了地板 男人掳走敌国皇后站为己有 只因他快死了 他一个稳就将女人从死神手中救回 可失去全部希望的女人 没有了求生的欲望 加上塔蒙的治疗方式过于特殊 罗沙琳更觉得屈辱 于是举起匕首毫不犹豫地滑向脖子 见到这一幕 塔蒙咒骂道 该死的 我好不容易救回来的人 就这样再次倒在眼前 罗沙琳恍惚中听到对方急切的声音 他觉得太奇怪了 有的人恨不得将自己赶尽杀绝 但有的人却想方设法要求他 塔蒙看着眼前的伤口 庆幸伤口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深 于是愤怒地对女人说 你竟然敢在我面前寻死 你之所以还能活着 是因为有我给你的生命力 我这么拼命地救回你 所以你必须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你现在是我的 罗沙琳想到之前也是用这种方式在治疗 于是一把将人推开 他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往好如处了 这时男人低头坏笑道 这可怎么办呢 你这次也没死成 应该会觉得很遗憾吧 还有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这样反倒让我变得更燥热 你在胡说什么呢 我的眼神会让你燥热 突然想起之前鲁迪羞辱他 抱着他还不如抱个冰块睡觉 浑身上下冷冰冰的 讽刺不管哪个男人都不会对他有感觉 想到这 罗沙琳低下头说道 塔蒙你以后别管我了 男人拒绝 如果我不愿意呢 罗沙琳怒斥道 你以为你救我一命 就是我什么人了吗 我告诉你我的生死由我来做决定 对 没错 比起那时失去一切 奄奄一息等待死亡 自暴自弃的罗沙琳 现在的你要美丽多了 这才是我一直难以忘记的皇后 说完她伸出手 抓起女人的下巴轻轻抚摸 这样的你真是让人忍受不了 见状罗沙琳狠狠甩开塔蒙的手 扭头说道你以后别再随便碰我的嘴唇了 没想到这次男人竟爽快地同意 并向罗沙琳承诺 只要他不愿意 绝对不会乱来 也不会随便偷走他的吻 此时另外一边 阿末尔的王靖亲自来迎接使节团归来 当王问起塔蒙去哪的时候 同伴心虚地回头 心里暗骂到塔蒙给他丢了个烂摊子 这让他该怎么办啊 等他向王行完礼后 谎称塔蒙被塔纳托斯的皇帝 气到心脏病复发了 他不忍心告诉下属们 只悄悄告诉他后就回去休息了 这时女王笑骂 那个皇帝确实是让人恶心 没病也能被他气出病来 不过塔蒙的病很多年没有复发了吧 得了 我赶紧过去看一下他 这话一说吓得边上的人魂都没了 立马说到他有个好消息 塔纳托斯的皇帝这次做了件疯狂的事 你想不想知道详细的情况 文言王大笑道 行吧 那我们先回宫殿吧 他是一国之后 却被皇帝弃于极寒之地 可敌国将军却爱他爱得死去活来 他不甘去如举刀自吻 他便透支异能给他续命 罗沙琳再次被他救下 他希望塔蒙之后不要轻易碰他 男人便承诺以后不会乱来 罗沙琳没想到曾经的仇敌会对他这么好 于是开口问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不是应该讨厌我吗 塔蒙微笑回答 我从来没有讨厌你 倒是很在乎你 我把你需要的生命力都给你了 也没有管你要过 你要是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再创造一个不就可以了 仇恨 复仇 或者塔纳托斯的灭亡 罗沙琳疲惫地回答 那些我都不需要 而塔蒙撩起罗沙琳的秀发再次开口道 那爱情怎么样 没想到男人会这么直白 罗沙琳脸上泛起了一层红芸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塔蒙被他的反应逗笑了 你这种表情也不错 夜晚 好不容易入睡的罗沙琳 却在深夜做起了噩梦 梦里火光冲天 魔物从裂缝中不断涌出 所过之处 漫天大火 士兵们奋起反抗 竟让其中一只魔物闯入了福利院 而恰巧皇帝与皇后正好在这里 此时罗沙琳抱着浑身发抖的孩子轻声安慰道 不要怕 我会保护你 他垂下眼眸暗响 也不知道禁卫军什么时候会过来 正在这时突然听到一阵嗷呜的声音 罗沙琳抬头望去 一只魔兽竟冲了进来 孩子们惊吓得全部躲在他身后 而鲁迪拿起宝剑颤颤巍巍地站在前面 皇后 别担心 我可是学过剑术的 就一头魔兽算什么 然后他开始一顿输出 可盲目挥剑却激怒了魔兽 他怒吼了一声 就朝罗沙琳冲过去 罗沙琳一脸惊恐地望着魔物 在魔物即将刺向他的时候 抱着孩子躲开了攻击 却被目刺扎穿了脚 脚边传来的刺痛 让他刚想叫出声音 突然想到魔物对声音敏感 现在绝不能喊出声音 于是捂住嘴墙忍痛楚 这时一旁的鲁迪开始大骂 你这家伙还敢乱窜 我让你看看皇帝的威严 还没等他说完 就被魔物一脚踢飞 倒地时一块石头正好砸到他鼻子上 痛得他嗷嗷大叫 四处打滚 听到声音 魔物慢悠悠地走到他面前 看到近在咫尺的魔物 鲁迪心生恐惧 于是抛弃皇后跟孩子们 独自躲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孩子们绝望了 皇帝是要把我们当挡箭牌吗 再这样下去 我们大家都要性命固保 年长的孩子看到不远处的皇后 勇敢地跑过去求助 罗沙灵看到地上的本剑 想到一个办法 他拜托男孩拼尽全力跑向门外 跑的时候大声喊叫吸引魔物注意 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 男孩没有犹豫 起身 深吸了一口气 就大喊着向外跑去 此时罗沙灵快速地抓住地上的剑想 这可是那个孩子冒着生命危险 创造出来的机会 他绝不能错失良机 于是起身用尽全力向魔物刺鼓 五剑 两剑 三剑 一直刺到魔物倒地彻底死去 停下来的罗沙灵 长呼了一口气 转过头一脸鄙视地看向母帝 皇帝看着浑身是血的罗沙灵 突然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什么蠢事 而孩子们冷漠的眼神 刺破了他强烈的自尊心 开口怒骂道 你们竟然敢用这样的眼神看我 我可是这个国家的皇帝 可当他再次看到罗沙灵阴森的眼神时 顿时吓得不敢说话 他是完美且深受百姓爱戴的皇后 可皇帝却不爱他 反而对他极其厌恶 甚至在遇到生死关头的时候 丢下皇后自顾自跑了 而在皇后杀死魔兽后 阴脚上留下了终身残疾 皇帝鲁迪不仅不感恩 还跟小三一起羞辱他 都成了这个样子了 竟还端着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 这时 罗沙灵从睡梦中惊醒 原来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年 不知道那个孩子还好吗 他在参加宴会前把圣物交给了他 虽然给这个孩子带来了负担 心里很过意不去 但还是希望圣物能保护好他 离起这个 现在最重要的是终于可以自尽了吧 他看着周围没有塔蒙的身影 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床 捏手捏脚地往阳台走去 可当他推开阳台的门 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 只见皎洁的月光照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海面又倒映着星星 夜风吹过荡起阵阵淋漪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海吗 在死之前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也算什么 虽然他嘴上没说 但心里还是感谢塔蒙 让他看到了如此美丽的大海 在跳下去的一瞬间 却被人一把抱住 看来以后连你睡觉我都不能放松警惕了 罗沙灵无奈地回到你又爱我的事了 闻言塔蒙沉默地把他抱了回来 微笑地说 我想了想 我要改变一下我的沉默 以后不管你生病还是受伤 我都会帮你治疗 不过我的治疗方法有点特殊 你明明知道却还一直伤害自己 是不是理解为你对治疗有所期待 见此罗沙灵脸红反驳道 你在乱说什么呢 这时塔蒙开始无赖地说 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直接和我说 即使你不做这种事 我也会满足你 既然你醒了 不如我们一起去散散步吧 没过多久两人便出现在一个小道上 看着怀中罗沙灵健康的样子 塔蒙不禁想到 五年前他的身体突发恶极 这种浑身发热的家族遗传病 让他痛不欲生 直到他偶然翻看家族书房的古老文献 才知道这是传说中消失的第五个异能生命 因几乎没人能承受得住异能的力量 能使用的人寥寥无几 而得到的热量如果没有释放 就会对心脏造成伤害 虽然通过拥抱女人就能轻松解决问题 但塔蒙却对此毫无兴趣 甚至觉得女人身上的脂粉未恶心 那股呛人的味道还令他作呕 在他的记忆中 只有帝国罗沙灵皇后没有散发过那种味道 之前他还为这样的想法感到羞愧 但现在却觉得甘之如頤 这是罗沙灵的呼唤让他回过神来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塔蒙微笑地回答 我的私人森林 这儿有我想给你看的东西 罗沙灵随他下马说道 没想到你也是个想一出事一出的男人 你到底想给我看什么 塔蒙伸出手 把手给我 我带你去 罗沙灵不愿意 我可以自己走 塔蒙却直接搂住了他 这里的路很隐蔽 一旦陷进去就出不来了 就像我对你的感情一样 他是战场上令人闻风丧胆的鬼神 却任性地爱上帝国皇后 在女人冰死之际 将她带回了自己的国家 可这个已经失去一切 没有求生之欲的女人 在见识了大海之美后 竟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就在她即将被海浪吞噬时 一双强劲的臂膀紧紧搂住了他 既然你不想睡 那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 没过多久 两人就出现在一个山边小道上 塔蒙一把搂住下马的罗沙灵 低声道 把你的手给我 这里地形比较稀 一旦陷进去就无法自拔 就像我对你的感情一样 深不见点 男人一如既往的轻挑 到了 就是这里 罗沙灵看到了自己此生 未曾见过的美景 这是月蝶 一种会发光的蝴蝶 每当月亮升起之时 他们就会出现 塔蒙低声解释道 她要存活十个月 才会化作繁星般的存在 只有十天可以尽情飞舞玩耍 之后就会交配缠乱 三天后全部死去 这就是他们短暂而美丽的一生 罗沙灵想到自己这一生 都被皇后的责任所束缚 从未有机会见过大海 也没有见过这般奇景 她有种感叹道好神奇 仿佛是天上的星辰聚集在这起舞 塔蒙低头看向罗沙灵问道 你知道为什么这些蝴蝶会发光吗 见罗沙灵一脸一问 她接着说原因很简单 他们为了活着才会拼命挥动翅膀 绽放自己的光芒 告诉别人他们曾在这里生活过 罗沙灵转过头固执地问道 但他们产完卵后 不还是一样会死吗 这时蝴蝶围绕着她飞舞 如同漫天星光的海洋 塔蒙的声音再次传来 那可不一样 是留下卵后死亡 还是直接化为灰烬 这两者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听到这话 罗沙灵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这是在问她 是要一事无成地结束生命 还是要留下点什么再死去 罗沙灵看着漫天飞舞的蝴蝶 陷入了沉思 另一边 塔蒙因多日都未去见阿末尔的皇帝 女皇好奇地问这次塔蒙 到底带了什么东西回来 罗纳索找了个借口 就慌张地离开宴会 想赶去通知塔蒙 见此女王的脸色更阴森了 罗纳索骑着马井赶慢赶 来到塔蒙住宅 没想到却被阻拦在塔蒙的卧室外 即使拿出王命 管家还是不肯放行 因为比起王 他更惧怕塔蒙的威严 罗纳索无奈只能应传 谁知一开门就差点被短剑射穿脑袋 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就传来了塔蒙低沉的鼻吼 出去 惊慌失措的罗纳索瞪大眼睛 只见在塔蒙的身边躺着一个银饭女人 果不其然就是已经死了的塔纳托斯皇后 这时塔蒙怒世道 短剑从你身边飞过 你都不出去 看来我把你弄成独眼龙 你也无所谓啊 说完就见他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把短剑 罗纳索见此框的一生就关上了门 出去 我这就出去 他来到客厅 心中五味沉杂 要不是因为五年前塔蒙突发家族遗传病 他还是战场上能把敌人吓得屁股尿流的战神 现在竟然为了一个女人 眼神冷冰冰地问说说吧 是什么事情让你随便闯入别人的卧室 他是战场上令人闻风丧胆的战神 却对敌国皇后一见钟情 趁着对方被皇帝遗弃 将她掳回了自己国家 不但每天对皇后特殊治疗 还带她见识她未曾见过的美景 此实验会上 因塔蒙回国几日未去拜见女皇 女皇好奇她这次出门到底带了什么回来 罗纳索找了个借口偷溜出来 打算去通风报信 她紧敢慢赶来到塔蒙住所 却因硬闯塔蒙卧室被呵斥 而她退出卧室后来到客厅 没多久就见塔蒙懒洋洋坐下 问她有什么事 罗纳索假装咳了几声 现在该跟我坦白了吧 你将那个女人带回来了 塔蒙面无表情地称 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罗纳索框的一声战起 我说的是塔纳托斯的皇后 塔蒙眯眼问你全部都看到了 罗纳索大喊没错 我全部都看到了 可当她看到塔蒙阴森的眼神时 立刻举起手来 笑着说自己也没全看见 然后接着说你和我嘴硬到无所谋 可到了殿下那里就不同了 听到这话 塔蒙淡淡地问 你为什么突然提起殿下 罗纳索头疼地说 殿下刚问我 你从塔纳托斯带回什么 应该是同行者告诉了殿下 你会把那个女人的事告诉殿下吗 塔蒙若有所思地拍了一下桌子 嬉皮笑脸地回到不会 另一边当塔蒙走后 罗沙琳开始做噩梦 梦中年少最好的朋友安娜 邀请她一起去喝茶 可罗沙琳刚拿起茶杯 就惊恐地发现 不知不觉地上满地鲜血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抬头就看到侍女夏洛特 被锁在铁链上痛苦不堪 罗沙琳正想跑过去帮她解开铁链 却发现她又消失不见了 随后眼前出现自己父母的头颅 还听到母亲温柔呼唤 一定要坚强 我的女儿 见到这个场景 罗沙琳捂住嘴 放声痛哭起来 忽然耳边又传来一声呼唤 她转过头只见爷爷出现在她面前 紧紧抓住她的手 孩子 我应该再多守护你久一点 就是怕你会像现在这般伤心 才不想将你送入皇室 可是对不起 爷爷却先走了 文言罗沙琳摇头痛苦 这不是爷爷的错 这是我自己选的路 您先走了反而更好 要是看到我被严心拷打的样子 您会更心痛的 说完就见爷爷的手慢慢消散了 罗沙琳望着爷爷消失的方向 看到身边的亲人哥哥离他远去 他哭着笑着走到悬崖边 望着远方说道 你们等等我 我现在就去陪你们 说完闭上眼睛 毫不犹豫跳了下去 半空中 一个强劲的手臂紧紧抱住她 不管你想放弃多少次 我都会救你 罗沙琳睁开眼 塔蒙的脸近在咫尺 推开她说你别管我了 我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 塔蒙擦掉罗沙琳眼角的泪水 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那就再创造一个 你想要什么 仇恨 或者塔纳托斯的没落 罗沙琳打断她并表示 自己什么也不需要 见此塔蒙轻抚她的秀发温 那爱情怎么样 就在这时 罗沙琳突然从梦中清醒过来 她猛地坐了起来 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发现满是泪水和冷汗 刚才的噩梦依然在她眼前挥之不去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令她喘不过气 她是帝国完美 且深受百姓爱戴的皇后 然而也是皇帝唯一的眼中钉 皇帝设计陷害 令她身陷淋雨一无所有 在她快死时 帝国将军将她带回了自己的国家 只因罗沙琳 是她心中唯一的白月光 此时睡梦中 罗沙琳梦见身边熟悉的人 都已死去而被吓醒 塔蒙听到罗沙琳哭泣的消息 着急地往卧室飞奔 房间里一个皮肤有黑的仆人 正轻拍罗沙琳的背 温柔地安慰她没事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罗沙琳看着眼前 跟她如母十分相像的女人 眼泪再次拖眶而出 女仆见状担心地问 眼睛疼吗 需要给您倒点水吗 忽然紧闭的门被推开 女仆猛地站起来迎接 主人 您来了 那我先退下了 罗沙琳望着大步走近的塔蒙转过头去 不想让她看见自己的泪水 她觉得现在的样子有点丢脸 塔蒙走到她面前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然后砰的一声跪下 用力地抱住罗沙琳 罗沙琳脸红地推开她 你干什么 快点放开我 塔蒙看着罗沙琳红红的眼角 惊讶地问道 你连言行拷打都能挺住 现在为什么要哭 难道还有哪疼吗 罗沙琳转过头说我的脚踝还疼 需要再躺一会儿 心想这是她目前唯一能想到的借口 应该可以应付她 谁知话音刚落 塔蒙一把抓住了她的脚踝 若无其事地吻了吻那只受伤的脚 罗沙琳看着她亲吻脚踝的样子 想起之前鲁迪陪她去定制皮鞋师辱骂她的情景 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绸缎和皮草 都掩盖不了你丑陋的脚 真是愚蠢至极 为了这件事浪费我的时间 想到这 罗沙琳开口问塔蒙 你不觉得我的腿很丑陋吗 塔蒙瞥了她一眼道 完全不觉得 我只觉得很漂亮 甚至还想多亲几口 罗沙琳抓狂地问 你真的是 不知道羞耻吗 可能是不知道吧 塔蒙宠溺地回答 听到这让人害羞的话 罗沙琳谎称自己跟她说话太疲劳了 见此塔蒙抱起她回应 正好你醒了就一起去吃点东西 另一边在郊外行驶的马车上 两位车夫正在议论 罗沙琳皇后被严刑拷打的事情 一位车夫愤怒地表示 皇帝鲁迪最终还是疯了 另外一人则叫她小声点免地被人听到 见此那位车夫大喊道 有本事就去报官抓我 真不知道以后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而在马车里 15岁的阿尔森正蜷缩在角落里 听到外面车夫议论的事情 想到之前在福利院 皇后为了救他们而瘸了一只脚 自己为了报答恩情 主动请求皇后让她帮她做点什么 而皇后经过长时间的思考 向她伸出了一样东西 你能把这个带到 位于东北端的港口城市罗布洛吗 交给一个叫红蛇的海商吗 在她越过塔利亚海域之前给她就行 犹豫了很久的皇后用沉甸甸的声音问道 但这段行程会很危险 尽管这样你也愿意去吗 阿尔森点了点头 这是皇后给她的第一个命名 也许也会是最后一个 她一定会出色完成 见此罗沙琳沉默了片刻 随后摸了摸她的头发说 谢谢你 阿尔森 她是一国之地 却每天只顾玩乐 不理正事 而情妇随意地挑拨 就让她因欲望而疯狂 在设计陷害皇后罗沙琳后 本以为终于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权利 谁知夜里却做起了噩梦 梦里 鲁迪睁开眼发现周围一片漆黑 她一边步履蹒跚地走着一边大声呼喊 突然父亲出现在她面前大声地呵斥 你这个废物 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 黑暗中鲁迪大喊 我到底哪里不好 你这么嫌弃我 就在这时她眼前出现一道光芒 等光散去 站在中间的近视皇后罗沙琳 只见她转过头微笑地喊陛下 鲁迪害怕地后退 你已经死了 罗沙琳冷冰冰地表示 之前她做过的恶行 全部会原封不动地还给她 话刚落 只见周围发光的蝴蝶 全部向鲁迪扑来 鲁迪尖叫着醒来 身旁的奈塔莎被惨叫声吵醒 温柔地问道您是做噩梦了吗 鲁迪浑身发抖 皇后 皇后还活着 奈塔莎把颤抖的鲁迪抱在怀里 我可怜的陛下 皇后已经死了 而鲁迪啪的一声 却将她推到床下 嘴里念念有词地说 要去调查清楚 然后慌慌张张地离开了房间 那塔莎摊坐在床下 不可思议地看着皇帝离去的背影 她咬紧牙关愤怒地说 真是的 陛下越来越疯狂了 本以为只要皇后死了 就万事大吉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 抚摸微微怂起的肚子 不过没关系 我的孩子 这里的一切迟早都是你的 你快点出来取代你那愚蠢的爸爸 另外一边 罗沙灵望着大海发出赞叹 原来这就是美丽的大海 见罗沙灵挪不开视线 塔莽惊讶地问道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大海 罗沙灵瞥了她一眼说 哪有喜欢不喜欢 毕竟我是第一次看 塔莽难以置信地反问道 第一次 为什么呢 塔纳托斯又不在内陆 过了片刻后 罗沙灵淡淡地回答 因为我不能离开宫殿 皇帝鲁迪是个贪玩的人 进入皇室后 再也没时间看这样的美景了 见罗沙灵一直盯着盘中的食物 塔蒙认真解释道 这是干贝 善贝的一部分 可以生吃或者熟吃 味道十分鲜美 罗沙灵默默尝了一口 满意地点头 看到这一幕 塔蒙开心地笑了 这时罗沙灵又抬头看向大海 心想那个孩子不知道 能不能安全抵达罗伯 又想起他前两天的跳海 看着眼前这个 绝不会让自己死的男人 眼神里满是埋怨 塔蒙抬头看过去 扑斥一声笑了 你的眼神变了 我想问问你 为什么那么想寻死 沉默片刻后 罗沙灵慢吞吞地说 因为我什么都没守护住 塔蒙看着他拍了拍桌子问问 你说对不起他们 却把他们的死 当成你寻死的借口 塔蒙的话 是罗沙灵愤怒地站起 什么 借口 你说是借口 见罗沙灵愤怒的样子 塔蒙接着说 谁让你为他们的死而尝你 他们为你而死已经很惨了 你现在连他们的想法都不在意了 可真无情 不是那样的 罗沙灵反驳道 可又不知怎么解释 塔蒙叹了口气说 要是我 假如为了心爱之人而死 可他却将我的死归就于自己而自责的话 那么即使在地狱里 我也会想回来告诉他 我很好 希望他也一切都好 罗沙灵强忍着泪水 压抑着涌上心头的感情 塔蒙温柔的声音再次传来 这不是你的错 我希望你活下去比任何人都要幸福 战场上英姿飒爽的将军 却甘愿成为敌国皇后的群下之臣 皇后应接受不了现状数次寻死 男人便不厌其烦地将他救下 并说无论多少次绝不放弃他 在品尝好美食后 塔蒙微笑表示自己决定了一件事 见罗沙灵一脸疑惑 他温柔地说 你的新名字 阿兰罗沙 并拾起他的头发轻轻吻了一下 接着伸个懒腰 长长地打个哈欠 这天气又热又困 该睡觉了 说完伸出手一把抓住罗沙灵 一起睡吧 罗沙灵红着脸看向远处的大海 可我还不困 我还想再看回二海 那你早说呀 塔蒙松开了罗沙灵的手 一把将他打横抱起 罗沙灵惊慌失措地问 为什么突然抱我 快放我下来 见罗沙灵挣扎发怒的样子 塔蒙大笑 因为这样走得更快 于是大步走上楼梯 推开一扇门 罗沙灵抬头就看见一望无际的海 见罗沙灵被窗外的风景吸引视线 塔蒙将他轻轻地放在床上 将自己的脸埋在他颈间 你就这样躺着看大海吧 没过多久 罗沙灵就听到身后传来的呼吸声 意外他睡觉居然如此安静 想起白天他说的话 如锥子一样刺痛了自己的心 却也成功说服自己放弃了寻死的念头 看着窗外的美景 慢慢地也闭上了眼睛 不久 罗沙灵就被细微的声音声吵醒 他睁开眼 见塔蒙拳去着身子捂着心脏发抖 身体也滚烫地吓人 还发出粗狂的咆哮 罗沙灵大喊 塔蒙 你怎么突然这样了 这时痛苦难耐的塔蒙跑到墙边 用力拍打着墙壁 剑撞罗沙灵边跑边说 快住手 再这样下去 你会死的 还没等他靠近 塔蒙就伸出一只手大喊道 你别过来 你就安静地待在那儿 突然一阵强烈的刺痛 瞬间又袭卷而来 塔蒙就骂到该死的 然后又用力地往墙上撞去 罗沙灵见他死死抓着心脏 想起他家族的遗传病 据说克拉西斯家族 每一代都会有人患上这种病 虽然他对这个病有所耳闻 但没想到发作会这般凶猛 他着急到现在该怎么办 塔蒙强忍着痛苦 想着一定要控制住自己 不能失去理智 否则就违背对罗沙灵的诺言 书上说如果把生命力 给没有刻印的人 就会陷入危险 这段时间他过度使用生命力 现在肯定是遭到了反噬 由于最近没有迸发出力量 所以热气无法挥发 真是太可恶了 他蜷缩着 喘息道 一次只要一次 就可以释放出去了 这时罗沙灵走过来温柔地问 要不我去叫个仆人 谁知塔蒙咬着牙摇了摇头 见此罗沙灵问道 你之所以不让我喊仆人过来 是因为那个能力吗 看来你拥有能力的事情 是对外保密的 那我能帮你吗 听到这话 塔蒙呆愣在原地 猛地抬头朝他看去 努力压抑眼底的喜悦 你是认真的吗 一言即出 刺马难追 罗沙灵回答道 但看到塔蒙如狼的眼神 他害怕地吞了一口口水 见此塔蒙狂笑起来 他伸出手 抚摸罗沙灵的嘴唇 那么我就不推辞了 于是狠狠地吻了上去 他们原本是 针尖对麦芒的死敌 却因为一次阴谋 深深绑在一起 而将军的一次次相救 也让罗沙灵慢慢敞开心扉 见塔蒙因家族遗传病 而痛苦难耐 罗沙灵心疼地表示 自己可以帮忙 一夜过后 体力恢复的塔蒙 望着熟睡中的罗沙灵 忍不住撩起她的银色长发 轻声嘻叹 在远处观望你的时候 觉得你冷落冰霜 但了解后才发现 就在这时 一阵嘈杂的声音 传入塔蒙的耳朵里 管家大喊 殿下 真的不可以进去 殿下 塔蒙迅速整理好凌乱的衣裳 推开房门 只见门口站着阿摩尔的女王 女皇一脸不耐烦地说 终于见到我国最尊敬的外交官了 塔蒙无奈地问 殿下一大早过来 是有什么要紧的事 女皇歪着脑袋戏谑地问 什么时候开始下午三点 也变成早上了 塔蒙抓了抓脑袋 无奈答道 已经这个时辰了吗 看来我这身体实在不急 连时间观念也出了问题 女皇微笑着说 那我们进卧室聊一聊吧 当听到塔蒙提出要去接待事实 女皇立刻变脸说道 你竟然敢当我的去路 这可是要砍头的大罪 塔蒙 见状塔蒙回道 那么殿下您大驾光临 究竟为何而来呢 本来我今天打算去王宫的 女皇开心地说 你说你今天要来找我 可是你下午三点才起床 也就是说你打算是在深夜来 难道你现在终于想和我融为一体吗 听到这话 塔蒙啪的一声重重地把房门关上 一脸冷漠地说 这怎么可能呢 女皇充满狐疑地说 你拒绝的未免也太果断 我真的很伤心啊 不过 你难道不知道越想隐瞒就越可疑吗 我可不是闲着没事来和你拌嘴呢 听说使节团从塔纳托斯带了一件东西回来 我一直在等你过来向我报告 可你一直没出现 所以你带回来的东西应该就在房间里吧 塔蒙叹了一口气道 房间里只有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 在瑟瑟发抖 而塔蒙的回答无法让女王感到满意 他摇了摇头说 你这种说辞实在无法说服我 你不是一看见到女人就马上逃之夭夭吗 如果房间里真的有个女人的话 你还不如趁机跟我亲亲我我呢 毕竟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听到这话 塔蒙吓得后退了一步 连忙鞠躬说 陛下这个建议实在太过荒诞 我在此谢绝您的提议 看到塔蒙的拒绝 女皇的眼神瞬间变了 你竟然做到这种地步 看来你确实是做贼心虚啊 于是趁着塔蒙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女皇啪的一声推开了房门 见状塔蒙暗响 这下糟了 女皇放肆地大笑着 迅速地向房间内跑去 说 让我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 可以让你把她藏得这么严实 说完她毫不犹豫地掀开了被子 而当她看到眼前散乱的银色长发 精灵剔透的紫色眼珠和细腻的五官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竟然真的是个女人 她们本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如今却各怀心思 只因女人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女王 而作为朋友的塔蒙却爱上了帝国皇后 甚至为了皇后拒绝了她的联姻 此时塔蒙头疼地看着女王跟罗沙琳对视的场面 赶紧上前说到殿下 明月线了 女王转过头死死盯着塔蒙 仿佛要从她脸上看出什么 一头银色的绣发加上紫水晶般的眼睛 这特征怎么那么熟悉 难不成 这就是你从塔纳托斯带回来的吗 塔蒙皱起眉头 心知女王已得到一些风声 但还是语气平静地回答 我真不知道您从哪里听来了这些错误的信息 没有人能明确地知道我从塔纳托斯带回了什么 接着她直视女王的眼睛 义正言辞地说 我一直把那个东西带在身边 那东西是人还是物 究竟是怎么被人知道从而禀报给您的 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是她提供了虚假情报 请您一定要问她的罪 听完这话 女王陷入了深思 没过一会儿就抬头问道 既然你这么坦当 那你就告诉我 你到底带回来了是什么 塔蒙叹了口气 迎角入皮 听到这话 女王跟罗沙灵都惊呆了 于是再三反复确认 你刚说的是迎角入皮吗 在得到肯定回复后 她欢呼起来 急切地说 我们终于得到了唯一一个不含魔物毒性的防御道具 本来还因为他们濒临灭绝而要放弃了 你怎么能藏着不说 快把她带到宫里来 谁知塔蒙却表示这是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 为什么要进贡给皇家 闻言 女王兴奋拍了拍塔蒙的背 你这个机灵鬼 我们去王宫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全都给你 这时她突然想起床上的女人 那这个女人是什么情况 她是我从奴隶商贩那里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 女王难以置信地问道 你竟然买了女人 你不是对女人不感兴趣吗 塔蒙摸了摸脑袋 不好意思地回答 怎么可能 我也是有欲望的 这可是花了四倍的价格才带回来的 说完伸出手轻轻抬起罗沙灵的下巴 一脸欢笑地补充道 而且她长得很像某个人 像某人 女王眯起眼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虽然我没有亲自见过 但你的外貌特征与塔纳托斯的皇后很相似 你是从哪里来的 罗沙灵静静地看着两人 突然紧紧抓住塔蒙的衣服 声音窃窃地问 这位是谁 她是你的妻子吗 她不会要把我赶出去吧 塔蒙看着说着一口流离一国语言的罗沙灵 扑痴地笑了 她是这个国家的王 你不用害怕 我的银湖 还有你记住了 我没有妻子 听到他们对话的女王惊讶地问道 你是西鲁下的奴隶 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会变成奴隶来到这里 罗沙灵咬着嘴唇 不自信地说 不好意思 我的通用语说得还很别脚 您能再问我一次吗 女王又重复再问了你 罗沙灵犹豫了一会儿 开口回答 我叫阿兰罗沙 她曾是深受百姓爱戴的皇后 却因能力过人而遭皇帝妒忌 皇帝设计陷害令她一无所有 而敌国将军的深情让她心生忌悚 也让她心生疑虑她的目的 当女王离开后 罗沙灵瘫倒在床上 脑海里回想起 刚刚女王和塔门的对话 女王竟称那个男人是无欲之人 在罗沙灵看来 她简直就是变态 流氓 怪物 浑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她怎么能让人觉得对女人没兴趣 不过 这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昨天之所以勉强帮了她 只因为看她真的太痛苦了 何况她无数次救了自己 而自己现在也决定不再寻死 突然罗沙灵想起 刚才塔门提到的阴角落 这是濒临灭绝的动物 只在塔纳托斯偶尔露面 这种陆迹也蛮又敏感 饲养起来极为困难 塔纳托斯先皇之前 为了饲养银角落 故意将小孩子放入陆群中 生存下来的孩子 便负责训养他们 到现在为止存活下来的孩子 只有米勒亚和鲁申迪亚两兄弟 想起之前在塔纳托斯皇宫 米勒亚和鲁申迪亚 跪在自己面前 痛哭流涕地请求 她不要让皇帝盲目补杀陆去 罗沙灵感到一阵心酸 在得到她肯定的承诺后 他们发誓要永远效忠于她 想到这里 罗沙灵暗自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一定要想办法救出那些孩子 就在这时 塔红的呼唤声 让罗沙灵回过神来 我的银狐 你在想什么如此出神 竟然连我进来都没有察觉 她坐下来 凑近她轻声细语道 难道你是担心被人赶出去吗 罗沙灵头疼地说 行了别说了 我可不想被人 当成你卧室的奴隶 那么当我的爱人怎么样 说完便扑通一声 躺在罗沙灵的腿上 咧着嘴戏谑地说道 这样你的身份 不就实现了阶段跨越吗 罗沙灵推开她 冷冰冰地回答 昨天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 我是真的讨厌你 听到这话 塔蒙却笑了 可你嘴上说讨厌我 身体却很诚实吗 看着眼前这个 让她摸不着头脑的男人 罗沙灵恼火地问道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记得你之前 问过我这个问题 那时候我的回答还不够吗 我想要你的经验 智慧 肉体还有你的心 你的一切都想要 她的回答 她让罗沙灵眯起了眼睛 狐疑地问道 你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你想知道 塔纳托斯的秘密吗 还是想让我倒戈来帮你 塔蒙轻轻地抚上她的脸 眼神真挚地说 你不要把我 当成敌对的关系去怀疑 我并不是想和你玩玩而已 不管信不信 那是你的自由 不过 有一件事你必须要知道 那就是你已经在我手里 无论你怎样怀疑或抗拒 都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人前一表人 才处世不惊的外交官 在心爱之人面前 却总是热情似火 深情炽热 为了赢得罗沙灵的放心 塔蒙谎称自己的异能 随时可能有失控的威胁 只有她的亲密 可以让她继续活在这个世上 此时 罗沙灵抬起头 瞥了一眼对面细脚蔓延的塔蒙 口气生硬地问道 昨晚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吧 当塔蒙回到可能时 罗沙灵皱起眉头 追问原因 见塔蒙第一次没有直接回答她 立刻猜测到 是因为你拥有的那个奇怪异能吗 由于你用异能救了我 所以力量失控了 塔蒙轻轻摇头 眼神里满是宠爱 你猜对了一半 罗沙灵追问道 哪一半对 塔蒙捂着胸口 解释道 首先 我的力量之所以失控 是因为我把力量 倾注给了一个没有烙印的人 烙印罗沙灵疑惑地追问 你的力量不是神的异能吗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需要烙印 塔蒙温柔一笑 解释道 因为所有的异能都是不同的 在我拥有这种力量之前 我自己也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 见此 罗沙灵拖着下巴 若有所思地问道 那么 你家族代代相传的疾病 就是异能吗 塔蒙笑着点头 不错 你的理解力真是惊愿 罗沙灵不死心地又问 那么 如果我也刻上烙印的话 昨天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吗 塔蒙轻轻地揉了一下心口说 应该吧 我之前也没有给其他人治疗过 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但现在我知道了 也感受到了 如果你不刻上烙印的话 恐怕我是活不了多久 听到塔蒙的话 罗沙灵惊呆了 那是不是只要我刻上烙印就好了 事情远没这么简单 你应该也察觉到了吧 我的生命力主要是通过体验 或接触传递的 那也就是说 我需要持续和烙印者亲密接触 听到这话 罗沙灵红着脸骂道 你的力量就像你这个人一样 卑鄙下流 见此 塔蒙心想 虽然身体交汇 不会把他的异能渗入给对方 但如果不这么说的话 肯定说服不了他 于是他轻轻地握住 罗沙灵的手 放在自己脸上 真挚地说 你感受一下 我这么健康 却因为拥有的力量 不能随便与人发生亲密 如果随意亲密 那我的异能就会散落在各处 说不定还会像昨天一样失控 塔蒙坦然地说出了谎言 但表情却比任何时候都真诚 他真挚地望着罗沙灵说道 昨晚你一直住了我的失控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发作了 见罗沙灵内疚地转过头 塔蒙哈哈大笑 真有趣 之前你不是对我恨之入骨吗 不过看你现在的表情 你似乎对我擅自救你这件事 感到很抱歉 别担心罗沙灵 我不想看到你卫手卫脚的样子 你并没有做错什么 罗沙灵被他说中心事 愤怒地喊道 是啊 都是因为你擅自救了我 我根本就没有求你救我 塔蒙轻声道 那你为什么要露出这样的表情 你看 对于我失控这件事 你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的 我给你刻上烙印吧 看似呆萌可爱的男孩子 却有着超乎常人的勇敢与智慧 在一场暴乱中 无所畏惧地引开魔物 拯救其他小朋友 在皇后罗沙灵杀死魔兽后 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暗自发誓一定要成为皇后的骑士 几年后 在罗沙灵陷入困境的时候 苦苦哀求给她一个任务 皇后看着少年眼中热切的气盘 决定委托她将一条项链 送到海港城市罗布勒 阿尔森激动万分 发誓绝不辜负皇后的信任 夜晚 路边飞驰的马车上 阿尔森蜷缩在角落里 听着外面议论皇后受刑的消息 心中充满哽咽和不甘 也感慨不知道之后 自己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是她低下头 好奇地看着皇后之前给的东西 收到时她还是个项链 缠在手腕时就成了手链 心想这肯定不是普通的东西 而去罗布勒的路上 需要经过塔利亚海 据说这里会有可怕的水怪出没 很多国家都会轮流讨伐水怪 而一场讨伐结束后 就会有为期两个月左右的交易期 虽然现在就是交易月 但如果晚点到达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那个叫红蛇的海上了 阿尔森握紧拳头 发誓这次一定要完美地完成任务 突然框刚一声 马车停了下来 外面传来争吵声和敲打声 阿尔森惊恐地想 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可还没等他弄清楚情况 马车门就被推开 阿尔森抬头一望 几名黑衣人已经将马车包围 还没来得及叫喊 就一把抓住了他 直接捂住他的嘴 没过一会儿 阿尔森意识就开始模糊 很快陷入了昏迷 当阿尔森再次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铁龙里 远处是无边无际的大海 这一刻阿尔森的脸变得更加苍白了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贩卖了 他用尽全力叫喊 拍打铁龙 却引来两个粗笨的海盗 快放我出去 你们这些疯子们 难道不知道拐卖别人当奴隶是犯法的吗 接着两个男人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抽打手装 辱骂道 臭小子 你再不安静点 我连人带铁龙一起给你扔海里去 见此阿尔森怒吼 你们这群混蛋 快放我出去 我可是皇室学院的人 听到了吗 谁知他们自言自语地说了几句 接着把裹着的黑布稍稍拉开了一点 朝里面扔了一个圆圆的东西 下时间呛人的烟气弥漫在铁窗里 一时没有防范的阿尔森立刻感到头昏眼花 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眼皮也开始渐渐往下垂 浑身无力地想着 我得出去 可是我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这时他突然看到戴在手腕上皇后的手镯正在发光 还没来得及诧异就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 他是战场上让人闻风丧胆的鬼神 也是失传已久第五种生命异能的拥有者 但过度使用这股力量就会遭到强烈反噬 而唯一的方法就是释放体内积累的热气 当罗莎林提议要帮助他时 塔蒙毫不犹豫地吻上他的唇 在进餐时塔蒙提议要给他身上刻下烙印 罗莎林果断拒绝 塔蒙反问道 这样不但可以止住我的力量失控 我们还可以共享力量 而且我会让你从痛苦和创伤中走出来 或者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跟我说 罗莎林垂下眼眸回道 我什么都不需要 见状塔蒙轻轻握住罗莎林的手 那么让我成为你永远忠诚的野兽怎么样 我发誓绝不会背叛你的 罗莎林扭头回道 在必要的时候你还是会背叛我的 塔蒙盯着他真挚地说 你不要妄自揣测我的内心 难道在你的心里就是这么想要对你效忠的人吗 算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就是信得过别人却信不过我呗 如果你改变心意的话 随时和我说 望着远处的大海 陷入了深思 饭后双胞胎姐妹来找罗莎林姐们 姐姐笑道自从你来了以后 我们得到了强大的灵感 于是开始写起了小说 罗莎林歪着头问道小说 见她疑惑的样子 双胞胎姐妹开始介绍起自己的小说 讲的是一国被鲁音发美女和沙漠之国大将军卡蒙的浪漫爱情故事 执着的大将军不断纠缠着王女 而王女最终也被大将军深深吸引 我们现在才写了一半左右 印刷厂的反应非常热烈 听到双胞胎们兴奋的手舞足蹈 罗莎林尴尬得无话可说 这时双胞胎姐姐突然想到 据说塔纳托斯的皇后也是银发紫色的眼睛 不过我们都觉得阿沙尼比她漂亮百味 听到这话 罗莎林笑了笑开口说道谢谢你们 感觉小说一定会很有趣 等以后完成了可以给我看看吗 双胞胎们大声尖叫的喊的当然可以啦 一旁的黑皮女仆插嘴巴 您最好别看 说的好听一点叫激情爱情小说 您不知道他们写的有多露 姐姐果断地表示男女之间 欢愉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你都生了三个孩子 这种事情应该很清楚了吧 黑皮女仆脸红得大喊 这跟生孩子那种是有什么关系啊 双胞胎姐妹大笑起来 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啊 你想到哪去了 看着这一幕的罗莎林 也跟着红了脸微笑地说 你们俩别笑了 真是的 没过多久 躺着床上的罗莎林 望着身边酣睡的塔蒙 难以置信 自己竟然在这里的每一天 都很和睦安眠 可是她也在疑惑 真的可以整天都无所事事吗 几天后 双胞胎刚吃完饭 就过来找罗莎林 见她打扮得特别漂亮 就提议去散步 并说迄今为止 她都还没有出去过 罗莎林犹豫了一回答应了 等她打开房门 就见门口一排整齐的士兵在等着 双胞胎见她的脚踝还缠着绷蛋 一边拉住罗莎林的手一边说道 这楼梯看着很危险的 我们感觉不放心 还是扶着你吧 而罗莎林瞥了一眼身后的士兵 心想难道他们都是来保护我呢 比我当皇后时还多出了好几倍 于是叹了口气转过身来说 我还是回房间待着吧 双胞胎疑惑地表示为什么呀 要出游的马车都已经准备好了 罗莎林心想别人都以为 自己是卧室的奴隶 可一个卧室奴隶散步居然坐马车 这肯定会被侍卫们传出去的 这样塔蒙不仅会丢了面子 而且肯定会提高对她的关注度 还是不要离开府邸比较好 她本是冰雪王国受百姓拥戴的完美皇后 却一步一步走入皇帝的阴谋 不仅失去了身边所有的人 甚至被丢弃在冰天雪地里自生自灭 然而却有敌国将军对她死心塌地 并将她带回自己的故国 就在不久前 当双胞胎姐妹提议要出去逛时 罗莎林犹豫了片刻欣然答应 出门后她瞥了一眼身后随行的士兵 顿时感到前所未有的负贷 本想退回房间 却听到下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不是要出门散步吗 怎么还不下来 见状罗莎林走到塔蒙面前 小心翼翼地说 可是随行的人太多了 塔蒙抬头望了望 笑眯眯地说 这才十个人 算不了什么呀 可罗莎林还是觉得不舒服 于是开口道 我在塔纳托斯当皇后的时候 都不会这么招摇 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已经不是皇后了 听到这话塔蒙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没错 你现在是阿末尔的阿兰罗莎 是我美丽的卧室奴隶 听到她那自以为是的话 罗莎林眯起眼睛盯着她 看来我还是得接着寻死啊 做你的卧室奴隶还不如要我的命 而塔蒙俯下身说 你果然很聪明 明知道这种话是我的死穴 会对我构成威胁 不过我还是不得不扶手听命 听到她一如既往的轻挑 罗莎林本能地不想理会她 正想离开 谁知塔蒙突然抓住她的手腕 好了 你别生气了 我不开玩笑了 在罗莎林充满怀疑的眼神中 她牵起她的手放在自己心脏上诚恳地说 如果你丢下我不管的话 我真的会很受伤 罗莎林叹了一口气 无奈地回道 我知道了 你放开我的手吧 等罗莎林收回手后 塔蒙开口问道 对你来说 坐马车出去逛 还是很有压力的吧 在得到她肯定的回复后 塔蒙微笑地表示 那我们就在府邸附近的海边走走了 听到可以去看美丽的大海 罗莎林瞬间心动了 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到海边 听到远处哗啦的海浪声 塔蒙说道 怎么样 是不是一眼望不到边际啊 而罗莎林愉悦地表示 自己真想看一整天的大海 这时罗莎林突然垂下眼眸 低声唤了声塔蒙 当看到塔蒙转过头看着她时 罗莎林接着说道 你不是说要给我刻下烙印吗 见塔蒙露出错愕的表情 她又将目光转向大海 淡淡地说道 一心寻死的我 与决定好好活下去的我截然不同 既然你救了我就要对我负责 你做好思想准备了吧 塔蒙扑痴地笑了 现在你又有了以前的影子 罗莎林微微一笑说 好吧 那你可以给我刻下你所谓的烙印 但是你要满足我的要求 塔蒙疑惑地表示着 好像是在做交易 罗莎林直视她的眼睛 认真的说 没错 这就是交易 塔蒙克拉西斯 你要和我做一笔交易吗 塔蒙看着眼里又有光的罗莎林 她伸出手笑着说 我很乐意 那既然是交易 那不应该要赌上 我们各自想要的东西吗 这样吧 我答应你三个条件 罗莎林沉默了片刻 不满意地说道 三个太少了 五个吧 塔蒙宠溺地看着她 好啊 那就五个 还没等她开心多久 就听罗莎林说道 还有最后一个要求 你不要爱上我 听到这话 塔蒙的微笑戛然而止 为了爱情 她一意孤行 将她从死亡边缘救回 哪知才刚刚逃过一劫 女人就想尽办法寻死 虽然最终没能死去 也决定要活下去 却仍固执地 要与男人谈好条件 就在这时 罗莎林直视塔蒙 声音冰冷地说道 千万别爱上我 我希望我们的关系 就止不于此比较好 塔蒙心里五味杂陈 表面却强装镇定 你不会自大地 以为我会爱上你吗 谁知罗莎林叹了口气 微笑道 如果不爱我的话 那就太好了 但如果你拒绝 这个条件的话 我们之间的交易 就要作废 听到这话 塔蒙眼神瞬间变得阴郁 人是无法控制 自己感情的 如果我不知不觉 爱上你了 那该怎么办 那你就亲手解除 我们的烙印 当塔蒙表示 神的异能 不能轻易解除时 罗莎林立即回到 用大神殿的证书 就可以解除 那是蕴含着 就可以拿到了 听到这话 塔蒙愤怒地攥紧拳头 然后不知道又想到什么 突然伸手 抬起罗莎林的下巴 说道 很好 可是如果你爱上了我的话 那又该怎么办呢 罗莎林皱着眉头 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然后犹豫了半天 深吸一口气回答 虽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万一真的发生了 就按照你的想法来 你想留着烙印就留着 想解除就解除 塔蒙扭曲地笑 英语地喃喃自语 只要有你这句话 我就心满意足了 见此罗莎林 推开她的手说道 那现在开始写交易书吧 等等 我一直在单方面地 满足你的要求 现在我也要补充我的要求 罗莎林没想到 她会追加薪的要求 瞬间有点慌张了好 那我就歇耳恭听 这时 塔蒙轻描淡写地说 我想要你的右腿 什么 罗莎林洁白的脸色 更显得苍白了 她皱着眉头后退紧 认真的反问道 难道你是要我 砍断我自己的头吗 听到这话 塔蒙呆愣在原地 然后又不自觉地 失声大笑起来 罗莎林皱着眉头问 你究竟要我这条废腿做什么 谁知塔蒙认真的回答 这个我还没有想好 你只要答应给我就好了 犹豫了许久 罗莎林低下头 看了看自己那 几乎感觉不到的右脚 迟疑地开口 好 就一条腿 我可以给你 这时塔蒙的嘴角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突然跪下抓住她的脚踝 若无其事地亲吻了她的脚背 很好 那么现在这条腿是我的了 看着这一幕 罗莎林再次确信 眼前这个人就是个大流氓 女人昨天才刚把一切都交给了男人 今天却主动告诉她两人的关系到此为止 男人虽心里五味杂陈 但仍面不改色地说自己从未爱过她 在海边谈好条件后 两人来到露台上准备进餐 这时塔蒙突然开口 我们阿摩尔的王虽然有单纯的一面 但是她疑心实在太重 自觉也非常的准 虽然之前我以引脚露皮为由蒙混过去 但还是没有彻底打消她的疑虑 听到塔蒙的话 罗莎林带着忧虑的声音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塔蒙若无其事的耸耸间 只向楼下嘈杂的人群回答 你没发现最近周围监视的人变多了吗 罗莎林一头雾水 疑惑地追问 可是据我所知 你们的关系还不错 她为什么要特地监视你呢 塔蒙淡淡地回答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她自觉很准 并且深信自己的感觉 估计是那天看见我们之后 察觉到什么可疑之处了 但是她既没有办法进一步追查 也没有直接证据 所以只能暂时派人来监视我们 罗莎林细细咀嚼面前的那盘食物 然后轻轻地放下叉子 小心翼翼地擦了擦嘴角 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 塔蒙拿起盘子里的一个大鸡腿 带着戏谑的语气说道 你就吃那些 应该坚持不住的吧 罗莎林听到她的话 歪着头思考了一下 然后疑惑不解地问 坚持 坚持什么 突然她的脸像熟透的苹果一样 紧紧钻住手上的餐巾 难道是烙印 塔蒙见她这副反应 忍不住笑出声来 没错 就是你想到的那个原因 罗莎林扶着额头一脸无奈地问道 难道烙印这种事 真的就只有那一个方法吗 应该是的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塔蒙一脸坏笑 直勾勾地盯着她 见此罗莎林赶紧别过脸去避开她的事情 吞咽了几下口水 就像是下定了什么重大决心一样回答 没有 没什么问题 就在这时身旁的仆人端上来一道菜 塔蒙将几个肉质饱满的大牡蜜 送到罗莎林面前 并说这是一种很难买到的海鲜 见罗莎林从未吃过 她嬉笑地说 那你尝尝 味道可是很独特的 罗莎林无法抑制对美食的好奇心 小心翼翼地用叉子将盘子上的牡蜜放进嘴里 瞬间一股说不出的幸福席卷了她的心头 塔蒙一脸坏笑地问 这道菜还有一个外号 你想知道吗 见罗莎林配合地问为什么 她接着说 新娘的悲鸣 这道菜通常都是在新婚之夜吃的 据说对彼此的身体都大有好处 不过这些都是我道听途说的 今天我们就可以证实传闻的真实性了 听到这话 罗莎林擦了擦嘴巴 荒荡站了起来 满脸通红地瞪着她 怒气冲冲地喊道塔蒙克拉西斯 见到这个情景 塔蒙大笑道 哈哈哈哈 这么快就生效了呀 这可不行 现在时间还太早了 忍无可忍地罗莎林站起来 走到塔蒙身前 一脚踢了上去 一声夸张的惨叫声响 吹云霄 塔蒙揉着自己的脚大声叫唤道 你竟然踩我的脚 你这个泼辣的女人 我求你闭嘴巴 好的知道了 你别生气了 顿时一阵阵吵闹的声音 在半空中回荡 只因女人有一双紫色的大眼睛 在新婚之夜就被丈夫视为温神 丈夫鲁迪不仅喝到烂醉 嘴里像机关枪似地辱骂她 甚至让她一人独守空归 而背负太多责任的罗莎林 只能默默承受 想起现在的日子 罗莎林忽然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 就在刚刚 罗纳索急匆匆来到了塔蒙的住宅 焦急地在房间里来回驳目 等待洗漱的塔蒙出来 等了许久却不见她的身影 处在发怒边缘的罗纳索正想进去 却听见塔蒙在后面喊道 大半夜的 到底有什么急事 等塔蒙走近 罗纳索惊讶地望着她 你在泡澡的水里放了香薰 你不是最讨厌水里有味道吗 塔蒙抓了抓湿漉漉的头发 泰然自若地回答 毕竟人是会变的吗 你到底有什么事 罗纳索责的一声 接着说道 殿下派人监视我 我来的时候发现 你家附近也有人监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塔蒙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被发现了 听到她的话 罗纳索又惊又怒 什么 只见塔蒙扑通一声 坐在沙发上 殿下直接闯进了我的卧室 我只能胡编乱造说 买了一个长得像那女人的奴隶 但殿下显然并不相信这段说辞 罗纳索脸色苍白地望着窗外 焦急地问道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被殿下知道 那女人就是塔纳托斯的皇后 她肯定不会给你好果子吃的 塔蒙端起桌上的茶水 慢条思理地说道 那又如何 难不成她还想从我身边 将人抢走 罗纳索似乎有些担心 叹了口气说道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现在你先看看这个吧 这是我在拍卖场发现的古卷 我觉得有点意思就买回来了 说完拿出一卷羊皮纸 塔蒙打开古卷 仔细研读里面的文字 生命需在第六个月亮 升起第五个夜晚过去之前 刻下报应 有一个正在飘洋过海的铁孩子 在那孩子到达陆地之前 如果没有救下那孩子 她的宝物将再次落入死亡手中 这是一封关于 生命与死亡异能的预言 塔蒙眯起眼睛似乎陷入深思 这古老的预言 似乎在警告她一些重要的事情 然后严肃问道 除了你以外 还有别人看过这个吗 只有我看过 我已经很久没去拍卖场了 这次去买礼物无意中得到的 很好 那就继续保密吧 另外一边 罗沙琳将身体进入温水中 仰起头来脸颊泛红心跳加速 她不停地告诉自己 这只是烙印 仅此而已 只是一桩交易 然而当她穿上衣服后 却莫名感到紧张 她连连给自己打气 交易 这只是交易 等她调整好呼吸后 慢慢地打开了卧室的门 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塔蒙还没有在卧室 她站了好一会儿 慢慢地坐在床上 挺直腰板 等待塔蒙的到来 这情景就如同之前 跟鲁迪结婚那会一样 她也是端端正正地坐着的 谁知等到的是 亮枪喝醉的鲁迪 和她无止境的辱骂 脸色苍白得像鬼一样的 让我怎么和你亲热 紫色是死人的颜色 这晦气的颜色 你别看我 你这个晦气的温神 说完就三岁酒瓶逃离了房间 而房间里就只剩下 罗沙琳那凄凉的背影 她是极美貌和才华 与一身的女人 可皇帝鲁迪却对她必如蛇心 新婚当天不仅肆意羞辱她 还在愤怒中砸碎了酒瓶 转身落荒而逃 回想当时的场景 罗沙琳强忍心中翻滚的酸楚 是啊 我早就习惯了被那样对待 她还没来得及多加叹息 一个脚步声突然在走廊上响起 罗沙琳抬头一看 只见塔蒙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 嘴角擒着一抹微笑 我真是太荣幸了 你这样反而让我成慌成恐啊 塔蒙走近 丹西跪下 贪婪地凝视着她 对我来说 你就像我期待已久的礼物一样 见罗沙琳不知所措的样子 她柔声说道 你知道吗 从我将你据为己有的那一刻起 我的每一天都恍如梦境 听到这番话 罗沙琳暗自发誓绝不能被她所迷惑 她转过头道 这么肉麻的话 你是怎么做到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出来 塔蒙笑了 这就是我的魅力所在 说完她拿出两个酒杯 我们一起小酌一杯吧 正好还能缓解你的紧张 为我们十全十美的契约干杯 一杯酒过后 塔蒙用低沉的眼神凝视着罗沙琳 突然她调皮得喃喃自语 听说这是和欢酒 听到这话罗沙琳顿时有点手足无措 而这个词并不适合现在的自己 于是开口说道 和欢酒是指新人婚礼时喝的酒 塔蒙理直气壮地回答 听说男女共度春宵之前也会喝这个酒 不是吗 没想到她竟然知道其他的意思 罗沙琳点了点头回答 你说的没错 但现在真的是那么浪漫的时刻吗 塔蒙悠闲地回答 可我觉得很浪漫了 我紧张的心脏都要爆炸了 难道只有我有这种感觉吗 真是悲哀啊 她那油腔滑掉的话 使罗沙琳有些不知所措 她皱着眉毛回答 那等你心脏真的爆炸 我才会相信你的鬼话 塔蒙悉笑着说 我们之前还在甜蜜热闻 现在这么残酷的话 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呢 罗沙琳看着这样轻浮的塔蒙 赶着脸训斥道 你说话能不能正经一点 像个不知廉耻的人一样 她越是这样 塔蒙就越想捉弄她 于是一本正经问道 廉耻 你怎么总是向我索取我没有的东西 罗沙琳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 气急的她拿起酒杯 我不捉弄你了 你冷静一下 酒喝多了对你也不好 接着撩起罗沙琳的银发 喃喃自语道 而且我们也需要保持适当的紧张感 似乎被猜中了心思 罗沙琳身体有点僵硬了 她红着脸问 谁紧张了 塔蒙温柔地回答 是我 我紧张得要命 现在才稍微缓解一些 接着紧紧握住罗沙琳的手 所以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她是这个国家的君主 同时也是死亡异能的拥有者 然而由于对欲望的渴望 疯狂地使用异能陷害罗沙琳后 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权利 却没想到遭到异能强烈的反噬 而自从上次梦见塔纳托斯的先皇 鲁迪便开始一病不起 深夜 鲁迪被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惊醒 他实在忍耐不住怒喝侍从约翰 等约翰脸色发白 脸滚带爬地跑来 却见鲁迪怒气冲冲地将枕头砸向他 这该死的要一点效果都没有 快去拿其他的来 约翰惊恐至极结结巴巴地说 陛下 医生说在吃药会加重病情 听到这话 鲁迪愤怒地大喊 该死 我的心脏像被撕裂般痛 难道要我就这么痛死不成 紧接着他的眼神突然变得争鸣可恶 你这家伙 莫非是室内剑人留在宫里的帮凶 约翰手足无措跪拜在地 陛下 我从小就侍奉您怎么敢欺瞒您 见此鲁迪咬牙切齿地说 肯定是那个该死的剑人给我下的诅咒 这个恶毒的女人 随后又想起梦中罗沙琳那害人的样子 鲁迪眼睛里射出暴怒的火花 猛地做起愤怒地说道 马上去给我放火烧了圣塞特家的府邸 然后挖开仙代公爵的坟墓 将它扔入火海 见约翰背下的脸色煞白 鲁迪接着说道 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去做 我现在就要了你的狗命 然后他开始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风向 罗沙琳 看看我们谁能笑到最后吧 突然笑声戛然而止 鲁迪猛地晕倒在床上 没过多久 他就被奈塔莎呼喊声吵醒 我可怜的陛下 您发烧了 奈塔莎伸出手 抚摸着他苍白的脸颊 神殿那边说 现在只能再观望一阵子 这都是神的旨意 鲁迪无力地睁开眼 想抓住奈塔莎的手 见状奈塔莎 紧紧抓住他受骨灵循的手 我的陛下 您怎么变得如此消瘦 他的眼神里透着深深的担忧 距离你昏倒 已经过去十二个小时了 那么这段时间 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鲁迪问完 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 纳塔莎趁机挣脱他的手 守护你是我分内之士 您别担心好好休息吧 在听到鲁迪要将皇后之位赐予他时 纳塔莎眼含泪水地说道 我陪着您不是为了皇后的位置 我只是想一直陪着您守护您罢了 看着他柔弱的样子 鲁迪的眼里也泛起了湿润的水气 我一定要立你为皇后 说完便再次进入睡眠 纳塔莎静静注视着鲁迪 见他熟睡后神情立马变得阴森 他站起来仔仔细细地擦拭自己的手 皱着眉毛 抚摸自己鼓鼓的肚子 陛下 您可一定要活到孩子出生啊 然后瞥了一眼床上病奄奄的鲁迪 不过话说回来 这所谓异能竟是如此微弱的力量 看他这微米不振的样子 真是窝囊死了 说完便走了出去 他走到走廊尽头的一幅巨大的鲁迪画像前停下 然后低声自言自语 本以为是最强的男人而选择了他 但却没想到这么令人失望 真是太差劲了 在外他是风光无限的外交官 可在心爱之人面前却是情话超流的男人 当听到罗沙灵同意客下烙印后 塔蒙迫不及待地就准备了仪式 一夜过后 罗沙灵拿着塔蒙递过来的羊皮纸 看着上面的内容 生命是指塔蒙 死亡是指鲁迪 那么纸上说的铁孩子 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带着圣物的阿尔森 于是开口对塔蒙说 我们得去找铁孩子了 塔蒙惊讶得地问 你知道铁孩子是谁 罗沙灵点点头 就是那个拿着圣物的孩子 他的话使塔蒙的表情变了 那么也就是说 应该有人已经了解到现在的情况了 听到这话 罗沙灵忍不住焦虑地喊道 是的 所以我们得赶在那个孩子抵达之前行动起来 必须把圣物找回来 那孩子叫阿尔森 他原本是奉我的命令前往罗布勒 却在途中被抓了 说到这儿 罗沙灵的心中充满了自责 也不知道那艘船往哪去了 这时塔蒙开口道 如果他真的上了开往罗布勒的船 那么他现在估计已经离开塔纳托斯了 离这里最近的三个国家是可以乘船前往的 阿穆尔的入港程序很繁琐 应该不会是这里 马赫与罗布勒相距太远 也不可能 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盛行贩卖奴隶的尼洛克斯了 罗沙灵焦急地问 那你能救出那孩子吗 听到他的话 塔蒙像等待已久一样地笑了起来 一个月 只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一定会将他带到你面前来 另外一边阿穆尔皇宫 当下属禀报塔蒙跟罗沙灵一直没有外出 女王皱着眉毛 疑惑不解 就算塔蒙府邸再怎么宽敞 应该也会有烦闷的时候吧 他走到窗前 仔细地看着这美丽的国家星象 本来可以确认塔蒙带回来的就是塔纳托斯的皇后 谁知前几天他义正言辞地说 那个女人是他花了大价钱从奴隶商贩那里买来的 虽然觉得塔蒙不会对自己说谎 但那个自称奴隶的女人始终让他耿耿欲怀 想起当年父皇在与塔纳托斯的战争中败变 为了阿穆尔的一万两千名百姓 不得不跪在塔纳托斯先皇面前哀悼 却没想到塔纳托斯先皇竟还要父亲在众人面前亲吻他的脚背 更令他怒不可恶的是 作为同盟的代价 他们还带走了自己唯一的妹妹 至今没人知道妹妹是死是活 就这样阿穆尔签订了屈辱性的协议换来了百年和平 那一天被视为国家的悲痛之日 想到这女王一拳砸在玻璃上 她对塔纳托斯的憎恨日益加深 她发誓一定要找到自己那可怜的妹妹 现在那位了不起的皇后 还有她显赫一时的家族都已经没落 只剩下一个愚昧的塔纳托斯皇帝 塔纳托斯的灭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吧 但是一想到那个酷似塔纳托斯皇后的努力 仍然让她无法释怀 就像有块石头压在心口上一样 想到这她转身吩咐属下 一定要盯老塔蒙夫子 要是那女人一露面 不惜一切代价 无论如何都要将她带到我面前来 你见过这样一个疯狂的男人吗 为了得到心爱之人的欢心 竟然举起短刀狠心滑向自己的胳膊 然后还谎称遭遇到嫡妻 当女人心软地想要治疗她时 她又暗笑自己的疯狂举动 此时阿木尔的天空飘起了雨 塔蒙独自站在露台上望着阴沉沉的天空发呆 她想起三年前出遇罗沙林的场景 那天塔纳托斯的天气似乎比这更加恶意 为了躲避这该死的天气 塔蒙在塔纳托斯的皇宫游荡 突然她听到一阵甜美动听的歌声 迎着歌声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露台附近 看见了一头银色秀发的塔纳托斯皇后 她正唱着她从未听过的歌曲 不知不觉令她着迷 突然侍女的呼喊声打破了歌声让她回过神来 她摸了摸后脑勺 瞥了一眼前面的罗沙林 想起刚才开会时她还是那么冰冷强势 明令塔纳托斯皇帝已经同意将开矿权转给阿末尔 但皇后却冷酷地表示按照塔纳托斯国家的规定 皇帝不能独自处理皇室财产 只要她不同意这笔交易 这份合同就不具有正式效力 如果下次再在她没到的会议上这么处理事情 那以后与阿末尔的所有会议她都不会参加 但令塔蒙没想到的是 这么强势的一个女人竟然能发出如此甜美的声音 还没等她多加思考 只见罗沙林伸出手指向天空 然后问身旁的侍女 听说在满月升起的日子里灵魂会伴着鹅毛大雪一起降临 今天正好是爷爷的既日 那爷爷会不会也正在回来的路上 塔蒙的视线一直被她深深吸引着 原来在没有人时她竟然也会有这样的表情 塔蒙闭上眼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想起过去两人的交集 只要罗沙林出现 她总会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也许从那时起 她对罗沙林的感觉已不仅仅只是兴趣 这是一阵海浪声将她从思绪中唤醒 她紧闭双眼迫切地渴望见到罗沙林 想要紧紧抱抱她 但知道那个固执的女人绝不会轻易接受 于是她拿出藏在怀中的短刀 毫不犹豫地划伤了自己的胳膊 锋利的刀尖马上就造成了又长又深的伤口 另外一边罗沙林正在床上看书 突然她听到门外的脚步声和痛苦的声音声 她抬头一看只见塔蒙抓着胳膊亮亮呛呛地推开门 看到她手臂上血流不止 罗沙林丢下书本赶紧跑过去 塔蒙你的胳膊怎么了 塔蒙面色苍白额头上冒着冷汗喘息道 有刺客突袭我 我受伤了 阿兰罗沙你帮我治疗吧 我头晕得厉害 听到这话罗沙林僵硬地抬头看你了 看着塔蒙痛苦的表情 她焦急地问道 除了胳膊 其他地方没事吧 在得到塔蒙的回复后 罗沙林抓起她的手开口呢 那我现在帮你治疗 看到这一幕 塔蒙觉得就用这种疯狂的方式和她生活下去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他们本是青梅竹马的朋友 却因皇帝鲁迪的设计陷害 身陷凌卢痛不欲生 最后在酷刑之下痛哭死去 而逃过一劫的安娜 此时独自坐在海边的悬崖上 她悲伤地抬起头望着茫茫的大海 缓缓闭上眼睛 想起与罗沙林的最后对话 罗沙林让她一旦自己出事就立刻离开 并且还在卢埃姆海边的住宅里准备了必需品 听到这话安娜泪如泉涌 尽管她多么不舍不想离开罗沙林 却也只能违心地答应 等回到家中 丈夫却冷酷无情地赶走了她 我已经收到皇后被废的消息了 你会给我们的家族带来威胁 但是作为伯爵夫人积累的所有财产都要留下 看着曾经要与自己共白头的丈夫现在冰冷的样子 安娜心如死灰地离开了这个家 这时她看着远处太阳升起的景观落寞地想着 这原本是她和罗沙林梦寐以求的地方 却没想到竟然是她独自一人来了 想起与心爱之人凯恩在这里甜蜜地过去 安娜的心中又是一阵刺痛 那时正当她一脸幸福地计划两人的未来 凯恩却痛苦地告诉她 自己被皇帝选为使劫团的一员 而使劫团将要出席一场归期不定的行程 所以希望她能重新找个良人不要再等自己了 听到这个消息安娜呆若目击 只能目送她离去的背影 那时如果留下凯恩 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不过这只是她荒唐的妄想 即使当时留下她 皇帝也会因为嫉妒自己的妻子 将罗沙琳和凯恩一起推入坟墓 回忆起与他们离别的画面 安娜泪如泉涌 她发誓效忠和爱着的人 以及家人全部离她而去 她慢慢地站起身 步履蹒跚地走到悬崖边 看着眼前的大海和昨天一样平静地荡漾 她嘲讽地笑了 罗沙琳你与其给我留下一笔巨款 还不如用这些钱来保护自己 没有你我也没有活下去的你 话音刚落她就投入大海 就在这时女仆焦急地喊道 快停下 难道是想到唯一的可能 她死死地抓住岩石 在女仆的帮助下爬上了悬崖 女仆着急地问 您这是做什么呀 有没有哪里受伤 安娜气喘吁吁 眼中闪着希望的光芒问道 你刚才说的信是什么信 女仆翻找半天拿出一封信 信封上写着粉红玫瑰丛林小姐收这几个大字 看到熟悉的称呼让安娜泪流满面 原来在罗沙琳决定和塔蒙留下烙印的那天 就给安娜写了一封信 她看着窗外的月亮 料到以安娜的信物 即使给她留下一笔一铲 她也会因为只剩下自己而做出极端的举动 希望这封信能早点到她手中 也希望安娜能看得懂 考虑到信件可能丢失或被窥探 罗沙琳使用了小时候的暗号 小时候罗沙琳是胡萝卜农场的猎人 安娜是粉红玫瑰丛林的小姐 而她哥哥则是荆棘丛生的篱笆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名字 但那时他们彼此会互相称赞 而且每个人都很满意自己的名字 罗沙琳把视线转向了填满黑字的白纸 这毕竟是一段很宝贵的回应 安娜一定会看得懂 然后她详细记下了塔纳托斯的权力结构 桑瑟特家族灭亡后 帝国仅剩下两个顶栏柱 一个是西北部地区的总督普鲁克利奥侯爵 另一个是被称为皇室中全的格勒底姆公爵 而格勒底姆公爵的忠诚几乎已是一种信仰 前任家主未向皇帝表达忠心 甚至切除了自己的一只耳朵 如果想改变县家主佩尔索的中心 就需要一个人的帮助 那就是亨里克 他是佩尔索的建树老师 之前在皇帝的暴政下 佩尔索成了格勒底姆家族唯一的幸存者 而亨里克给了佩尔索安身之处 三年前亨里克因税务问题受到皇室处罚 佩尔索替他交了整整多十倍的税金 以表达对皇帝的不服 为了笼络皇室的忠权 必须要得到这个人的协助 而佩尔索也很清楚亨里克是自己的弱点 所以他一定会将亨里克保护得很好 但是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王牌 罗沙琳相信看到信的安娜 会尽一切办法答应他的请求 明明说好只做协议伴侣 可看到男人受伤他还是忍不住心疼 本以为只是合作关系 谁知却一步一步陷入情网 夜晚塔蒙府内依旧灯火通明 塔蒙站在骑士团众人面前 目光凌厉地扫尸了一圈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找一个孩子 据说那孩子被困在一艘偷渡的船上 交易月结束之前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 否则那艘船很快就会消失在茫茫大海 我们以后就很难再追踪到了 这时罗纳索摸着下巴分析道 既然在偷渡的船上 那么很有可能是尼洛克斯的奴隶商贷的 你上次说的海盗们正好刚才也给了答复 两日前有可疑船只穿过附近海域 听到这话塔蒙眼前一亮 果然与自己推测不谋而合 他转头对众人说 那么我们明日一早就出发 名义上就说我们是去找回被掠夺的家族财产 这时边上几人开口问道 队长 这次会带我们去吧 塔蒙见状说道 这是海上战争 说不定会出现怪物 还会有人受伤 你们能行吗 大块头豪气万丈地说 这个您无需担心 我们可是普拉塔诺斯骑士团 见他自信满满的样子 塔蒙哭吃笑了 好吧 明天就要出发 大家做好一切准备 听到这话 大块头兴奋大喊yes sir 等骑士团的人离开后 管家犹犹豫豫地说道 主人 您似乎忘记了 再过不久卡西温大人就要来访 他这次会比预计的时间稍微早到达一些 一听到卡西温这个名字 塔蒙脸色骤变 稍早到达 那是什么时候 管家叹了口气 大概一周后就会到达 另一边本已入睡的罗沙琳 突然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他睁开眼睛 迷里呼呼地从床上坐起 就见塔蒙冲他挥了挥手 罗沙琳瞥了一眼 他之前受伤的手臂按响 出发了塔蒙温柔地说 听到明天这一消息 罗沙琳略感惊讶 他将着脸盯着塔蒙看了一会儿 塔蒙看着他的表情笑着说 你怎么那副表情 你不会现在开始担心我了吧 感觉心事被戳穿 罗沙琳红着脸将头转过去 塔蒙泰然自若地抓住他的手 霸道地说 阿兰罗沙 你是想感谢我 但又难以弃齿对吗 以后你只能在我面前露出那种表情 那种表情 见罗沙琳满脸迷惑的样子 塔蒙接着说道 就那种让人一乱情迷 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一切的表情 看他又如往日那般轻跳 罗沙琳转过头害羞地回答 我从来没露出过那种表情 塔蒙猛地将他抱了起来 我要让你看看自己此刻的表情 说完 将他带到了巨大镜子前 怎么样 即使罗沙琳不想看 但因为镜子就在眼前不得不看 很美吧 你现在的脸充满了朝气 和那时被抛弃在雪中的模样完全不同 我为什么会觉得你如此美丽呢 罗沙琳简直无法理解这个男人 随意救活他 现在即使他挣扎着不愿意 也会把他带过来说着令人心醉的情话 而听到这些话 自己原本缓慢跳动的心脏 开始急速碰碰跳动起来 塔蒙再次紧紧搂住他 你为什么偏偏出生在塔纳托斯 为什么不是出生在阿末尔 而且先遇到的那个人不是我 说完放开罗沙琳 温柔地摸上他的脸 我下次回来的时候 你要笑给我看 我到现在都还没看过你笑的模样 还有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内 尽量不要离开这栋府邸 毕竟我带女人回来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事情 还有一件事 过几天我弟弟会过来 他每年都会有两次过来取药 正好这次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万一你们碰上的话 你直接无视他就好 原本说好只做合约伴侣 谁知却一点一点地陷入情网 然而短暂的分别还没多久 思念就如洪水般汹涌而来 就在刚刚 塔蒙决定出发去寻找被奴隶伤劫持的阿尔森 众人商议好后决定第二日就出发 见状塔蒙匆匆来到罗沙琳的房间道别 漫长的谈话后他忽然想起什么 于是开口喃喃自语道 过几天我弟弟会过来取药 万一你遇见他直接无视他就好 我弟弟来是管家会通知你的 你要是实在觉得无聊的话 直接让他们来帮你接待 还有我不在的期间 你不准做傻事 见罗沙琳一脸茫然 塔蒙不悦地瞪了他一眼 抚摸着他那只受伤的脚踝警告道 比如伤害自己或者消失不见之类的 你千万别忘了 这条腿现在的主人是我 见罗沙琳一直没有回复 他抬起头看过去 只见罗沙琳死死攥住自己的手臂 眼神里满是不舍 第二日出发后的塔蒙躺在浴池里闭上眼 想起罗沙琳那双魅惑的紫色眼眸就情难自禁 他抚摸着胸口的伤痕 看着上面清清楚楚刻着阿兰罗沙 这个名字让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那不是塔纳托斯的罗沙琳 而是他全新的阿兰罗沙 在塔蒙离开的第六日 罗沙琳望着外面汹涌的大海 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也不知道他们有安全地找到阿尔森了没 除了阿尔森携带的链子外 剩下的圣物还有五个 传说圣物中的那台 始终具有让时间倒流的能力 但未免世界混乱 秩序之神清自降灵毁坏了他 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 那么可以推测出两点 一个是圣物有可能被破坏 另一个是可以用圣物引出神的介入 根据古书记载 圣物聚集在一起会产生特殊力量 虽然不知道神明是否真实存在 但还是要先把圣物都收集起来 如果到时候 圣物都不能解决问题的话 那只能另外寻找消除异能的办法 这是罗沙琳瞥见桌上的报告 上面写着塔纳托斯皇帝因 突发不明病症倒下 疑似是被塔纳托斯皇后所诅咒 看完这篇报告 罗沙琳冷哼一声 我都还没开始诅咒呢 简直一派胡言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罗沙琳推开门 就看到出去给她 跑腿找邮政公司的女仆回来 女仆一进来就开口说道 小姐 就像您说的 发信人可以通过未知途径 在最短时间内到达地方寄行 说完便递上剩余的钱 罗沙琳看了一眼沉甸甸的钱袋后 将她推给了女仆说道 这是给你的报仇 这句话才说完 就吓得女仆连连摆了摆手 可罗沙琳带着笑容回道 这些钱不仅是给你的辛苦费 也表达我对你的幸运 虽然这种方式可能会让你心生不悦 但我目前只能想到这个办法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推辞 收下吧 听到罗沙琳的话 女仆不得不露出惊讶的表情 钱袋里的金币足够小贵族一年的生活费 可小姐竟毫不犹豫地给了她 女仆迟疑再三 还是接过罗沙琳伸出的金币 郑重其事地说道 你放心小姐 我会把这笔钱用在您真正想要用的地方 以后有重要的跑腿就请交给我吧 听到女仆的话 罗沙琳笑着点了点口 就在这时走廊上突然传来一阵奔跑声和呼唤声 罗沙琳和女仆琪琪看向发出声音的地方 这个男人粗暴地抓住女人的手臂 把她压在身下 她近乎贪婪地闻着女人的气息 尽管女人崩溃地大喊大叫 但她的舌头还是不管不顾地咬住了女人紧闭的嘴唇 看到男女主人公这样热烈的亲密场面 罗沙琳慌忙和尚书脸红得像个番茄 她拍了拍自己剧烈跳动的心脏怎么会跳得这么厉害 心想这个小说故事写得很有意思 讲述的是大将军卡蒙将一国公主俘虏回沙漠 然后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 但由于男主太过自私女主选择了逃跑 于是男主身位俱下地挽留她 这时罗沙琳将自己带入到小说主人公的身上 心想如果是自己能原谅那个男人吧 不知道为什么看这种激情小说竟然会变得如此难受 但是从哲学上来说这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小说 她突然想起刚刚双胞胎姐妹过来送书的场景 他们拿出藏好的书兴奋地叫道 阿莎小姐我们之前写的浪漫小说终于出版了 由于是您给我们提供了灵感 所以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将她第一个献给您 而罗沙琳望着他们眼中的期望表示自己一定会认真看的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地敲门声让她回过神来 只见双胞胎姐妹推着装满典型的餐车欢快地走了进来 这时姐姐看到罗沙琳的手边的书脸上露出了明媚的笑容 您看了我们的书吗 罗沙琳点了点头努力不让自己脸红 书不是很厚所以我很快就读完了 这本书相当有趣 听到这话双胞胎姐妹露出了笑容叽叽喳喳地说道 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出版 所以也有点不知所措 听说出版后会将我们的书放在书店一条街上 书店一条街真令人好奇啊 罗沙琳开口说道 因为在塔纳托斯文盲率非常高 但在阿莫尔就算平凡人家也有很多人会识字 这时双胞胎姐妹高兴地说 阿莎小姐好像一次门都没出过吧 我听说下个月会举行献花庆典 去年是这个时间举行的 到时候一定要一起出门啊 过了一会儿她犹豫在三终于开口 你们到底是怎么写出这种小说的 内容非常让人害羞 双胞胎姐妹互相看了看对方 然后突然大笑 天啊 阿莎小姐 这算什么让人害羞啊 您是第一次看这种小说吗 见此罗沙琳的瞳孔微微晃动 犹豫着点了点头 那晚上的时候我们多给您拿几本吧 对了您读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别扭的地方 毕竟要出版三百本还是要慎重一点 罗沙琳捂着下巴仔细想了想 突然想到什么有点难为情的说道 有一个场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吗 双胞胎姐妹互相看着对方的脸点了点头 就在三人讨论的激烈时 突然从外面传来一声尖利的吼吊 吓得他们立即站起来四处张望 却没找到声援 正当他们要出去看看时 穿着外出服的女仆笑着走了进来低声回道 阿莎小姐我办事回来了 当罗沙琳问她外面怎么那么吵时 女仆面带男色地看了看 罗沙琳平静地说道 外面是卡西温大人来了 此时卡西温因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 尖锐地问管家自己为什么不能住东边的厢房 当管家表示那边因为发生了小火灾暂时封闭 他抬起头盯着眼前的房子说道 这哪里发生火灾了 从表面看连烟灰都没有 而且三楼看着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我只会住三楼 这话刚说完 卡西温就想直接闯进去 谁知却被骑士团挡住了去 而他的脸因为受挫而胀的通火 为了赢得心爱之人的欢心 男人主动出发要去营救被奴隶伤囚禁的孩子 然而出发还没几天 他的弟弟卡西温就来到了府邸 面对被管家拦在门外的情况 卡西温怒气冲冲地质问这是什么情况 管家惶恐地低头劝说道 这里刚发生过火灾 虽然外面已经打扫干净 但里面还是一片狼藉 您知气管不好进去的话会伤害到您的身体 卡西温冷眼瞪着管家嘲讽道 简直是胡说八道 这里根本就没有火灾发生的迹象 当听到管家说这是塔蒙大人的命令时 还想要继续发作的卡西温立刻闭上了嘴巴 他原本满心期待来到这栋宏伟的海边别墅 尤其向往三楼主卧那可以看到漂亮的大海警官 管家只得再三恳求他使用西侧的厢房 那里种满了他最爱的鲜花 景色也别具一格 见卡西温仍不为所动 管家从怀里掏出塔蒙留下的亲笔心 卡西温皱着眉头打开心 仔细阅读后气地握紧了拳头 咬牙切齿地大步离去直奔西边的厢房 而此时罗沙林正站在三楼露台上 目送卡西温离去的背影 女仆巧声告诉他卡西温从小身体就十分虚弱 王国里无数名医都对他的病症束手无策 在历经几次兵临死亡后 他的母亲求助一位神秘的算命先生 才知道必须将兄弟二人分开生活卡西温才可重获新生 就像魔咒被解开一样 卡西温去了乡下后身体奇迹般的日渐康复 于是塔蒙便成为这座府邸的主人 幼年的他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 无论是习武还是学习礼法都游人游 并且人小鬼大十分有头脑 很快就在这里站完了脚跟 但却对卡西温仍极为宽容 几乎是有求必应 因为塔蒙觉得卡西温不得不离开这里 回到宁静的乡下生活 全都是他造成的 说到这里女仆拍了拍自己的脸打去的 要是让塔蒙少爷知道我说这些八卦 只怕要被好一顿训斥 听到女仆的话 罗沙林经不住露出了笑容 与此同时塔蒙率领的船队 已在茫茫大海上漂泊多日 站在甲板上的塔蒙眺望着阿摩尔的方向 心想这个时候卡西温应该已经平安到达了 尽管他提前做足了周全准备 但对那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地 塔蒙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就在这时一名观察周围的船员大海 注意前方冒烟了 只见海面上咕噜咕噜沸腾不止 几头巨大的海兽突然从水下冒出 塔蒙眉头紧皱沉身道 可恶 怎么这么突然 他从腰间拔出长剑大喝一声 左边那头你们负责 右边那头由我来处理 见此重骑士立即拿起弓箭和尖锐的鱼叉 随着塔蒙的那喊声 全体团结一心向水怪发起了猛烈攻势 明明是亲兄弟 可弟弟生来体质虚弱 为了活命不得不送往僻静乡也疗养 而哥哥却拥有健硕的体魄 并继承家族财产 因此弟弟嫉妒哥哥的一切 甚至包括眼前这个窑窕动人的美丽女子 这天深夜卡西温悄悄夜游大海 来到罗沙琳的卧室窗前 熟睡中的罗沙琳背脊打声吵醒 皱着眉起身走向窗边 看见卡西温正笑脸盈盈地站在外面 罗沙琳伸出手猛地拉上了窗帘 窗外随即传来卡西温低声哀求开门的叫喊 罗沙琳思前想后 还是决定换女仆进来 免得她湿漉漉的身体 等女仆进来 罗沙琳指了指窗帘的位置 女仆哗啦一声拉开窗帘 只见卡西温瑟瑟发抖 紧紧抱住自己的双臂 进入温暖的屋内后 卡西温得意洋洋地颤抖地说 我终于见到你这个女儿了 罗沙琳淡然地上下打了她 然后突然起身往一旁的衣柜走去 卡西温瞥见她玉腿上裹着的白色绒带 忍不住好奇她是怎么受伤的 而罗沙琳在给了她毯子后 只是冷冷地瞥了眼 然后沉默地坐回自己的位置 顿时房间里弥漫着令人甘大的寂静 卡西温轻咳一声试探着问道 哥哥向来不尽女色 你真的是哥哥的情妇吗 罗沙琳突然用一口西卢语言回答了她 卡西温听后惊慌失措 手忙脚乱地问她可以用通用语交流吗 接着她赞叹道 不过你真的好美 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 你的发色也很新奇 让我无法一开目光 能让我摸一下吗 罗沙琳微微叹了口气 用手指着她进来的窗户 卡西温睁大了眼睛非常震惊 难以置信她竟要赶自己出去 她连忙解释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冒犯的女 如果有做错的地方愿意向她道歉 她仅仅是出于好奇才会来 还恳求她明天中午一起用餐 看到罗沙琳点了点头 卡西温这才喜行余色地离去 此时海面的另一边 船只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猛烈颠簸摇晃 困在昏暗铁笼中的阿尔森 听着外面害人的动静 心想自己已经鸡肠鹿鹿快要叙脱了 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这时她听到哒哒的脚呼声 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小女孩出现在眼前 她朝阿尔森递过来一小块面包 阿尔森接过面包 心想她也是和自己一样被抓进来的吗 正准备狼吞虎咽的吃食 突然听到甲板上传来水手们惊恐的嘶吼 海怪来袭了 只见海面上冒出一个巨大的脑袋 长着锯齿状的大脸 像从地狱爬出来的可怕怪兽 阿尔森绝望地想我们要完蛋了 抱歉皇后殿下 我没有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 女孩柔声说 快点抓住铁窗 话音刚落只听一声巨响 海怪猛击船身轮船瞬间四分五裂 他们俩一起掉入汹涌翻腾的海水中 阿尔森紧闭的眼睛突然睁开 他惊喜地发现手镯发出耀眼的光芒 让他可以在水下自由呼吸 当他抬头往上看时 只见远处有一个身影正在缓缓靠近 心想那到底是谁 是来救我们的吗